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深不息 凡龙昌盛 欢迎再度回到正传媒的理工团的意想世界 我们当然知道选举终于投完票了 新的政局也开始了 而这个政局会有什么样一个结构 和未来有什么发展呢 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 我的一个分析 这个分析是 我会认为是 三个同年进台湾大学的人 将会主导台湾的政治到2026年 这段过程中 很可能会让台湾有一个新的 协商市民主的正面发展 也可能会鳄鱼我炸 那台湾真的就非常麻烦了 三个同年进台大的人 将会主导台湾到2026年 那三个人呢 一个是赖清德 第二个是柯文哲 第三个大家可能没想到 叫做朱立伦 他们三个人虽然年纪不同 但是因为在当年的联考制度下 有高中重考的 有大学考过两次的 所以他们三个其实是 当年的那时候台大人数 也不多的时候同窗 他们其实都认识了超过40年以上 而他们三个人呢 会是这场选举之后 台湾政治局势最主要的三颗枢鸟 如果你关切这个频道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首先呢这场选举结束之后 有人问我说 怎么去总看这场选举 我会说赖清德赢得了最艰辛的未来 赖清德赢得了最艰辛的未来 柯文哲算是最成功的失败 而朱立伦呢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忘了 以为朱立伦完了 没有 朱立伦终于忍辱负重结束 可以当家做主了 朱立伦终于可以当家做主了 我又一一的来分析一下 我怎么看待他们这三个 赖清德是赢了 可是事实上 他的最后 当然从头到尾 我们都知道他会赢 而且我们也都知道 他赢了以后 双少数的困局 其实会是一个大麻烦 最后出来之后 他应该要感谢蔡英文总统 最后出手了 他更应该感谢 马英九总统也出手了 其实赖清德最后 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成绩 能够整个两个前总统 双英总统都帮了他的忙 蔡英文总统 因为事实上 说实话 赖清德和潘孟安 这次的一个竞选组合 比较是浊水溪以南 地方型的一个选举 所以在整个选举里面 加上整个国民党 从菲律到泛南的 这个内部的分老 一直在整个选举上 不像过去的民进党 有能力 这件事是一个议题的主控者 所以事实上 加上赖清德跟英系 先前的一些状况 所以赖清德虽然一开始 就是把民进党的基本盘回来了 但是投票的动力 确实是弱了一点 所以蔡英文总统 当他出手之后 一个在路上 加上萧美琴 确实是让英系回流了 回流之后 他们稳定的支持赖清德的信心 和那种决心 是被巩固下来的 但是 我们也知道 这次最后出来的投票率 还是稍微偏低了一点 而这偏低一点 是在最后两三天 整个双铁是开始 多的人南台湾 特别赶回去投票 而这些赶回去投票的 从开票结果 你会看到 左水溪以南 几乎民进党的立委 绝大多数都拿下来 除了云林以外 其实是因为他们有焦虑感 而这焦虑感是因为马英九 莫名其妙接受了德国之音的专访 谈到了要相信习近平 危机感 本来社会上已经很疲乏的亡国感 至少在绿军选民里面被刺激出来 所以我们赶回去投票 因此赖清德得到了过40%的一个选票 但是立法委员没有像他们所预期的 冲到54 55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而是国民党拿到了国会第一大党 国民党52席加上两席 其实高金和陈超敏 基本上国民党算54席 所以国民党才是国会最大党 而这样的一个情况 赖清德虽然赢了 但是非常艰困 可是对全世界来讲 至少台湾已经给全世界做了一个非常明显的 2300万人的选择 不会在威胁和戒选之下欺负 所以国际上对赖清德 能够当选基本上是放心的 可是因为他就是只有40%的选票 萨卡都本来就不容易过半 可是如果说在整个泛南还有蓝白之间 也是很糟糕的状况之下 他如果过了45到46 他其实是一个可以强硬施政的总统 他可以有自信施政总统 可是他只有40% 所以60%就会变成是 至少共产党就会拿来说嘴 国民党也会拿来计讽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所以他的施政上 又是合法性当然没问题 但是施政上因为陈水扁那一次 第一次也只有39.3 跟赖清德其实比例上并不高 而国会上又更吃亏 这个时候确实整个赖清德很辛苦 而这辛苦之下 赖清德当然未来的施政 他必须做出谦卑谦卑再谦卑 任何的对抗对立 他都会不讨好 而这还不是他的最大问题 他的问题是 蔡英文总统显然是愿意知道他的困局 帮他扛起局面 所以在最后的胜选的记者会上 蔡英文总统宣示 他会在520任期结束之后 出面召集朝野的领袖 进行类似国事的会谈 那个是蔡英文要用他最后的一个 现任总统 然后这样一个高度 做整个朝野的统估 这为什么蔡英文要做 也知道说因为未来赖清德要做这个朝野之间的这个协商沟通是困难的 事实上赖清德可能党内都会有麻烦 因为他必须要组一个新的政府 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说赖清德这个人 个性上特别是在政治道德上 是有点洁癖的人 所以他其实人脉不深 人脉不广 然后在面对着一个只有40% 国会其实也很艰困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碰到一个状况是 他的行政院长 必须比他更懂得调和顶奶 但是有什么人选呢 因为桃园这次开票出来 6比0国民党全拿 然后台中 本来台中绿的和蓝的对比是6比2 卢秀苑和一个类似在蔡壁卢身上 所展现出来的蓝白盒 蓝绿在整个台中已经变成了6比2 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 郑文燦就有困难当行政院长了 虽然很多人先前都认为 郑文燦会是赖清德的行政院长 可是当他在这么少数的时候 他第一个要考虑到 国内里面会不会觉得他用人为派系 郑文燦是新潮流的 而事实上当然郑文燦后来算是阴系的 但是新潮流在这场选举里面 选民至少柯文哲也让很多选民 觉得新潮流是大家有意见的 所以他这时候 在这样一个比较脆弱少数的情况之下 他如果选了郑文燦 恐怕政治上会不稳定 那另外一个是 这一次整个像新北 有一些本来该赢的 但是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事实上加上882那个枪声 什么的这种状况 光电的是阴系 其实在这次立委选举里面 也是整个民进党艰困的一个原因 所以像阴系的像罗斯正 也因为出了点事情也没上了 所以郑文燦又是阴系的 所以可能赖清德 在考量上 郑文燦的历练当然足以当行政院长 但是在政治考量上 当然他会可能到了4月后才会做决定 目前我是推估用郑文燦的几率 已经从先前非常高开始往下降 林嘉隆当然是因为他当过交通部长 台中市长 现在是总统府秘书长 他的又是郑国会 在党内的派系的一个团结的状况之下 是有机会的 可是林嘉隆台中也选不好 而林嘉隆在民进党内的政治上的 人和程度跟赖清德差不多 其实也是有压力 那有人就讲到郑立军 郑立军行吗 郑立军当过文化部长 赖清德也非常信赖他 如果要有一个副院长 郑立军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人选 尤其是赖清德的很多这次的政界 郑立军参与其中 但是另外一个也可能是副院长 又有财经能力 财经背景的是朱金一 或者是他们两个人 如果赖清德真的没有人的时候 是不是考虑他们当行政院长 可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历练和备份 分量没那么强 那赖清德也会辛苦 所以这个时候 潘梦安直接当行政院长 其实几率不高 因为他毕竟没有中央部会的历练 而赖清德还是民进党党主席 府院党之间需要有一个 他非常信赖的人从中穿梭 而这个人可能是潘梦安 也是赖清德最信任 所以潘梦安去当总统府秘书长的几率 可能都会高 不过这些人都因为现在赖清德 因为蔡依文愿意扛责任 所以赖清德大概等到春节过后 立法院长结束之后 四月左右会比较明朗 而柯文哲就要赚到大便宜了 柯文哲在选前封关民调的时候 因为整个国民党天天在那边要集中选票 其实国民党犯了最大错误 就是让很多人看到的就是 那你后遗就是不会赢 会赢的人怎么天天要从第三名那边挖 一个会赢的人应该是打第一名 然后让第三名自动气保 就一直喊这样子 又把整个话讲的难听 所以刺激了柯粉 刺激了讨厌难立的人 所以柯文哲在封关以后 我们就看到民调不断的往上升 投票前五天的时候 我们跟人家讲大概250万 到了同三天的时候 我们讲300万 最后一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几个 像跟东豪什么的在讨论的时候 都说350 因为柯文哲这样一个势力 加上立法院有八席 其实柯文哲已经取得了 2026年的一个控制权 为什么是2026 因为2026要县市长选举 民进党上市县市长选的不好 所以民进党在县市长里面 就找新的人 国民党上市县市长选的好 可是上一次国民党的县市长 有十几席都是争取连任 所以有既得县任者优势 到了2026国民党也都认满了 像卢秀业也认满了 除了张善政 蒋冠安之外 多数的县市长都认满了 他们必须有人来接替 民进党也要找新的人来接替 通常都会是从当地的立委 再往县市长那方面走 可是国会现在就是一个不过半 哪一个立委回去 那个党就少一席 整个立法院的国家运作 就受到影响 所以其实人选都变得是两党都非常困难 而整个柯文哲 他就反而是可以遭详纳判 所以民众党在这个情况里面 也会变成是在2026 除了在国会里面 因为是关键少数之外 在县市长的提名里面 两党的提名的纷纷扰扰 柯文哲都有见缝插针的一个机会 而至于国民党呢 很简单的侯友宜结束了 他不会被罢免 因为民进党耐心得在现在这个 这么脆弱的情况下 不希望多了事 所以罢免侯友宜不会成功 所以有些民间可能要罢免 但是那个联署数太高了 不可能 因为新北市人数太多了 侯友宜不会被罢免 但是侯友宜灰头土脸就到现在 赵少康他的战斗篮 现在你会看到 因为将来这战斗篮 赵少康自己在这一场里面 也惹了太多纷扰 所以将来的立法院里面 那些直播主 徐巧新 黄国昌 谢龙介 韩国瑜 其实以后立院直播室 一定会比赵少康造型是好看 战斗篮对于整个国民党 这样子思想上和议题上的主导 也没那么强了 而朱立伦呢 事实上朱立伦呢 在当时想要参选党主席 重新回过的时候 有多人来找我去聊天 那我跟他也认识了几十年了 那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 说 你曾经说过 过去的马英九 是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子 那现在那个时候 大概是1718年 国民党这个局面 怎么办呢 会不会我可以出来 当国民党最后的独生子 我很不客气的讲说 不会 你不懂国民党的权贵的 那种血统的决定论 我说朱立伦 你只是国民党的养子 他不相信 结果他出来选了党主席之后 先是被战斗狼糟蹋 后来四大公投的时候 又被侯友宜 岁月静豪捅了一刀 南投的一个立委补选 蔡白会的那一场 所以朱立伦根本就没有威信 但是这一次之后 至少他让整个国民党 重回党内最大党 而且现在这个局面之下 没有人想要去跟他抢这个党主席 所以会看到连徐晓星这些人 都认为说他应该留任 侯友宜 卢秀燕 蒋万安都表达了朱立伦应该留任 所以朱立伦的终于是从养子可以当家做主了 而马云九实际上预稿之下 这些公公婆婆也没办法前置他了 所以朱立伦反而会是 国民党有13个 他的齐民的部分区立委 加上桃园 加上他跟卢秀燕 其实一直在政治上的互动和沟通很好 诸如体制会是国民党 新的一个运作的新核心 所以我才说 未来一直到2026 现实市场选举之前 朱立伦 赖清德 柯文哲 三个童年进台大的人 他们怎么选择 他们会放下来好好协商 还是继续恶斗 都会是未来最重要的状况 然后当然要太一口气 为什么台湾每次复杂的状况 都是台大的 台大 谢谢大家